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便跌了下去 张才义觉得有些奇怪 寻常人细水会脱去厚重的衣服 可那少年狼怎么直接跳下去了 不好 他是在寻短线 张才义反应过来 他将肩上的担子往旁边一扔 快步跑到施工桥上 一个蟒子扎进水里 少年狼不会游泳 一直浮上浮下 张才义不好抓住他 折腾了整整一炷香的时间 他才将那少年拖到岸边 少年狼只是喝了鸡口河水 身体并无大碍 他非但不感激 反而埋怨张才义 你这个大叔真多事 张才义听到这话 憋了一肚紫气 他自己的水性也不咋地 就一个大活人上来 以精好光他所有的力气 他气喘吁吁地说道 你个臭小子 就你命也不知道 说句好听的 少年狼说道 你懂什么 做人莫杀意思 张才义携腻了少年一眼 见他锦衣滑腹 通体白净无伤痕 一看就是实俗极好 娇生惯养的富家子弟 真是身在福中不知福 竟敢发出这样的叹息 小子 你的日子还不好过吗 你不如挑着我的担子 去做鸡天祸狼试试 少年狼眼前一亮 说道 甚好 甚好 来吧 衣服也给我换上 少年狼的名字叫祝元家 是镇上大圆外 祝庆春的第二子 从小娇生惯养的他 因为读了基本野书 就觉得自己生活迷烂 产生了厌世的情绪 张才义看到少年皮划肉嫩 说道 说笑了 你这小身板子 怎么调得起那副重担 你还是回家好好孝敬父母 好好享乐吧 祝元家庭文 瞬间少爷脾气就上来了 他冲到担子面前 很轻松就挑了起来 本少爷从小就开始练些功夫 挑一副小担 又有何难 担子里面根本就没有货物 张才义这趟就是去借货的 担子轻着力 他走到祝元家面前 一把抢过担子 说道 不跟你这少爷玩了 我卖不出东西 晚饭就没得吃 你玩一辈子 也不愁吃穿的 祝元家 献张才义 不再理睬自己 他又爬上石桥的栏杆上 做出要跳河的举动 张才义本想不再管他 但现在四下无人 自己如果不管 这傻小子真的会丧命 他服输地回到少年身边 说道 真的服了你了 要是现在还有其他路人在 我可真就不管你了 祝元家现其同意 连忙脱下自己的衣衫腰带 递给张才义向他索要担子 张才义有些犹豫 祝元家拿出一枚玉佩 说道 这浴室我半年前叫人打的 值一百两银子 平时我就挂在腰间的 算不上什么宝贝 送你了 只求你让我体验一下 做货郎的生活 张才义看到晶莹剔透的美浴室 两眼放光 心想 这浴室他自己打的 那以后 他的家人自然不会来寻 倒是可以安心收下 他也脱下自己的衣衫 跟祝元家来了个身份互换 祝元家怕张才义反悔 调着担子 屁颠屁颠地跑开了 可张才义也怕祝元家反悔 他趁祝元家背对自己的时候 迅速跑到石拱桥下面躲了起来 但完全听不到祝元家的动静时 张才义才慢慢地走出来 他看了一眼水里的倒影 俨然是一个富台逼人的大少爷 人靠一桩 佛靠金桩 果然不假 他将那块玉佩扁到腰带上 瞬间就感觉气场上升了一个档次 一路上行人纷纷向张才义投来羡慕的目光 那些在田里劳作的农民压根就不敢正眼看他 张才义毫不得意 专门朝人多的地方走去 显摆自己阔少爷的造型 不知不觉间 他路过了当地最出名的尼姑庵 静水斋 此庵不单是节日 就连寻长日子 游客也是络绎不绝 张才义虽然多次路过此庵 却一次都没有进去过 他的钱只够养活自己 哪来的钱做其他事 一想到住原家赠的玉佩能卖近百两银子 张才义也就不拘谨了 他捏了一下自己的钱袋子 昂首走进境水寨 庵里面更是人山人海 张才义在大堂里寸步难行 游客们摩肩接踵 此时 一个面目清秀 约莫十五六岁的小尼姑 看到了显眼的张才义 朝他招了招手 奇怪 张才义可不认识他 他怎么朝自己打招呼呢 本着好奇的心里 张才义艰难地挤到小尼姑面前 小尼姑朝他笑了笑 领着他去到旁边一间没有人的小禅房 他从一面墙上打开一道暗门 带他走了进去 张才义不解 问道 小师太 你要带我去哪里 住室主 你跟着来就行了 不用多问 你怎么知道我姓主 张才义更加奇怪了 那 小尼姑指着张才义腰带上面的一个字 说道 张才义可不认识字 既然被认错了 那就将就跟着去吧 尼姑庵里还能做些什么事呢 想不到一间寻常的尼姑庵 暗道里面竟别有洞天 两人走了一盏茶的功夫 经过一条长长的走道 两边全都是装修奢华的产房 透过打开的房门 张才义看到每个房间里 都摆放了一张雕刻精美的木质大床 小尼姑把张才义领到走廊最尽头的那间最大产房里 他点燃一只檀香 对张才义说道 请助公子稍等 拼你先行告退 还不等张才义反应过来 小尼姑就消失不现了 产房租有四丈建方 中间同样摆着一张大床 上面还铺着崭新的大红被褥 床头出还摆放着两个枕头 张才义更加疑惑了 产房摆着磨一张大床 失和拥义 不多悔 张才义的眼皮变得越来越沉重 他不自觉地躺到了床上 他做了一个奇怪的梦 在梦里 有一个身材妖娆的富家小姐 走进她的房间 不多回 那小姐一边喊身子热 一边脱下自己的衣衫 在现实中 张才义胆子小得很 但是在梦中 他就什么也不怕了 他冲到那位富家小姐面前 一把将她抱起来 转身就走向大床 完事后 两人不知过了多久才醒过来 那富家小姐看清张才义时 大声哭叫 来人哪 我被个农夫监鱼了 张才义通体驱黑 胸前 背上 腿上 还有许多农人特有伤疤 没有了祝少爷锦衣华府 他一下子被打回了原型 谁都能认出 他是农民出身 看着自己和对方 都没有穿衣衫 张才义明白 刚才自己并不是在做梦 呼叫声惊动了别人 不一会儿 馋房的门被打开 几个身材高大的尼姑冲了进来 张才义只穿好了裤子 赤匹薄就被几个尼姑拎了出去 尼姑们将两人的眼睛蒙上 然后带他们来到靠近净水斋大门的一个小禅房中 在高大尼姑的施压下 张才义交代了自己的真实身份 那富家小姐听完哭得更加厉害了 住持清源师太带着一种尼姑来到小禅房 她恶狠狠地对两人说道 你们二人怎敢做出净水斋 做出苟且之事 富家小姐自称谢文芳 是城里园外谢天德的长女 自己只是过来游玩的 不知怎的就遇上了这等事 张才义说自己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还说是有一个十五六岁的小尼姑带她去到大禅房的 清源师太说道 我们这里的尼姑最小的都有二十五岁 哪来的小尼姑 张才义扫尸重任 真的没有发现那个十五六岁的小尼姑 这下真是有理也说不清了 清源师太说道 张才义你见于民女 理应送官 我们现在就派人到县衙请人 张才义面如死灰 现在他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 他想起自己的玉佩 说道 谢小姐 我有银子百两 给你赔不是行不行 谢文芳说道 区区百两银子 就能误了我身子吗 你把我当成什么人了 张才义也明白 一百两银子对自己来说是巨款 但对富贵人家来说 九牛一毛 一个时辰后 天色渐渐暗了下来 游客纷纷离去 此时三名干练的捕快走进小餐房 未首的是个身材肥旁 长着一张方形大脸的中年人 此人正是赫赫有名的大捕头令狐家月 他用浑厚的声音问道 张才义 你所犯何事 张才义将事情原原本本地说了一次 令狐家月说道 现在找不到那名小尼姑 那你带我们去找暗道 张才义带着众人来到那间小餐房 就是下午小尼姑带他进暗道的地方 可不管他怎么推 墙都纹丝不动 他将四名墙的每个角落都试了遍 还是没有发现暗门 灵狐家月用坡刀不停地敲击着墙面 走完一圈 他说道 全是石心的墙 没有暗房 你在说谎 来人将他绑了 带回县衙 清元师太说道 打人明察 一定要严惩这恶徒 害我净水斋清白 说完他便领着一种尼姑 公送三名捕快 灵狐家月看着这群尼姑 感觉有些奇怪 但又说不出怪在哪里 在回县衙的路上 张才义不停地喊冤 其中一名叫陈东的捕快 用刀把拍了一下他的头 张才义吃痛 不敢再吱声 陈东骂道 你就别叫了 不管有没有犯事 被我们抓到的人 都会喊冤 喊冤没有用 就算你是无辜的 张才义细声说了句 我真的是无辜的 陈东举起刀把 做出要打撞 张才义马上捂住自己的嘴巴 灵狐家月看了一眼张才义的手脚 说道 是个穷苦人 手和脚都这么粗糙 怎么会想到找个富家小姐呢 怡红院没有核实你的姑娘吗 不等张才义答话 捕快陈东抢着说道 嫌人家花解脏 人家还没有嫌你穷酸呢 张才义小心翼翼地说道 大人比人就是个货郎 哪有闲钱寻欢 吃饭都不够呢 我要是真的起了邪念 顶多是到花街上面 看看美女 可不敢真的动他们 灵狐家月一正 他停了下来 对两名捕快说道 回敬水寨 陈东看着捕头大人的表情 笑着对张才义说道 你小子别哭了 好像有救了 张才义不明所以 四人回到静水寨 清元师太监姬人 去而复返 慌慌张张地跑出来接待 问道 大人又有何事 灵狐家月说道 把安里所有人都叫出来 静水寨的尼姑排成了三列 灵狐家月在他们中来回走动 陈东在令狐家月耳旁戏声问道 大人你发现什么了 灵狐家月倒不在一旁人听到 他大声说道 你到这群尼姑中走上两圈 看能不能发现什么 陈东在尼姑群里转了三圈 愣是看不出有什么可疑的地方 突然他想起了张才义说的那句话 正是那句话让灵狐家月大人回头的 他说当自己起邪念时 就跑去花街看美女 陈东大喜 说道 我知道了 是美女 寻常的尼姑 相貌平平 这境水斋的尼姑 个个都美貌动人 有几个还略施粉袋 灵狐家月指使清源师太 似乎在等他给出一个合理的解释 清源师太说道 净水斋收徒 只收十岁以下 拜师进来后 都要手脚勤快 还要练习气功 身材长相会变好 合情合理 灵狐家月大笑道 合情合理 人美在于骨 练什么气功能 改变头型 连骨 尼姑不都是最朴素的吗 怎么还有鸡人 用胭脂水粉来遮瑕 灵狐家月 叫鸡鸣用胭脂水粉的尼姑出列 清源师太说道 我们净水斋的尼姑也是人 用些胭脂水粉装扮又如何 难道这尘世间的东西 不是大家都能用 只配几烟花柳相的花姐们使用 此时 门外两名捕筷带着谢文芳进来 灵狐家月命他们站在一旁 让陈东到厨房拿了一桶草木灰 在地上铺了薄薄的一层 然后他让几个漂亮的尼姑坐上去 并让他们用鸟类的羽毛 互相插入对方的鼻子里撩拨 清源师太大惊 虽然他内心波涛汹涌 但脸上仍强装镇定 几个尼姑都打了喷嚏 令狐家月让他们小心翼翼地站起来 在他们坐过草木灰处 均有两个被体气吹开的小洞 人在打喷嚏时 身体下方也会排泄气体出来 而女性则有多一个孔出气 这是传说中古人用来验明 女子是否破身的方法 不出所料 果然都不是完璧之身 灵狐家月冷冷地说道 清源师太说道 这几个姑娘是出家前破的身子 你刚才不是说只收十岁以下的女子吗 也有个别成年的 你说的话 前后矛盾 难道还要我让所有尼姑都做一遍草木灰吗 灵狐家月历生问道 清源师太朝中尼姑说道 就算我们全都破了身 那也是我们自己的事 何况在哪里破了身 大捕头也说不清楚 张才一坚于民语 才是重罪 希望大捕头分清清重 我等清白不清白 也不关大捕头的事 夜见深 天气微凉 赤着上身的张才艺冻得瑟瑟发抖 灵狐家月让尼姑们拿来张才艺的全部衣服 让其穿戴整齐 灵箔加身 自视贵人一等 看似平平无奇的张才艺 穿上祝少爷的衣衫 竟也有了公子哥们的气息 灵狐家月拍手笑道 我可算是明白了 你们以为他是住家公子 想让他跟谢家小姐成好事 张才艺曾说自己做梦 想必是你们点燃催情的迷香 降得迷倒的吧 如果南方试住公子 谢小姐肯定不会闹事 就算两人最终没有成亲 谢小姐也没有办法讨回公岛 住员外财大其粗 手眼通天 什么事都能平得下来 他必定会赔偿一笔钱给谢小姐 你们净水斋横竖 都能从中得意 成不成事 你们都可以说 他们俩人在安里发生苟且之事 传出去不好听 跟他们索要一笔钱 妥妥地变种仙人跳 原来你们净水斋 专门帮富人配对 从中牟利 清元师太怒道 口说无凭 我们安里根本就没有 他们所说的带窗大蝉房 此时 赵献令带着一种牙异感到 灵狐佳月跟他说了半天 才让其明白是怎么一回事 赵献令敲了一下灵狐佳月的大脑袋 说道 这不就是尸姑调吗 让你多读书 你偏不听 三个字就能说清楚的事情 你来来回回给我整了半天 这是有史可查 前人就犯过此事 灵狐佳月狡辩道 我一个五官捕头 看什么书啊 那些字密密麻麻 又小 我一看就会头晕 清元师太连忙否定 说是两个男女不知羞耻 在静水斋做了苟且之事 与静水斋无关 灵狐佳月带着赵献令去到有暗门的那间小禅房 他亲自将割面墙都推了一遍 墙依然纹丝不动 赵献令说道 怕不是他们已经将墙重新建好 不留破绽 灵狐佳月挠了一下脑袋 说道 这如何是好 没找到对的地方 只能拆完这一间小禅房 那周围与他共用墙面的房子都要到 关键是他还连着大堂 之后重建也要花上不少钱 赵献令说道 记得我曾在《天宫开悟》中看到过 上面说就强天心砖 会有些不同 具体是什么不同 我倒没有刻意去记 灵狐佳月听闻 马上叫陈东等人找来一本《天宫开悟》 现场看了起来 赵献令也遇到 你不是一看书就头晕吗 现在怎么不晕了 灵狐佳月嬉笑道 大人别取笑我了 平时不是没有需要看书吗 现在我看得可认真了 竹字竹句一点也不会遗漏 他将书瓶放到地上 整个人爬在上面 用一根手指竹字竹句点着细细翻看 直到天刚蒙蒙亮 灵狐佳月终于看到 就强心砖的张姐 上面介绍 旧墙起新砖 在湿水后 就能看出明显的颜色差异 因为新砖与旧墙的存放环境不一样 吸水能力有差异 灵狐佳月让牙役们提来数十桶水 对着全部墙面泼了上去 不一会儿 东边的墙面上显现出一道浅浅痕迹 不认真看还真发现不了 痕迹的形状与张才义描述的暗门相差无际 牙役们用铁锹沿着痕迹砸开砖头 果然在地下发现一条通道 通道两旁还有数十间配有木质大窗的产房 跟张才义说的情况一模一样 证据确凿 清源师太没法抵赖 一众尼姑件事情败露 为了从轻处罚 纷纷承认他们的罪行 尝得特别漂亮的那几位 承认他们会给有需求又有钱的游客 提供特殊服务 在带着一众尼姑回见牙时 赵县令大骂清源师太 你们和花姐有什么区别 将你孤安变成一红院 真有你们的 自此事故调案告破 张才义追着灵狐家月千恩万谢 搞得灵狐家月很是头疼 他说道 要不这样吧 你不是刚得了一百两银子吗 你拿来孝敬我就行了 李多人不怪吗 说好话多俗气 张才义正住了 他就没有想到 会有捕快感荡住县令的面所会 这 张才义这了半天没有下文 灵狐家月哈哈大笑 拍了拍他的肩膀 快步走到队伍的前面 这一次张才义不敢再追过去 张才义回想起今天的经历 如果不是碰上这位灵狐神父 自己怕是小命不薄 当夫人太凶险 还是回去好当一个走向货郎好过 于是他到处打听 挑着自己担子的祝元家少爷 找了三天 张才义才找到祝元家少爷 此时他正躺在马路边上 掩掩一掩一息 原来祝少爷死要面子 他只是挑着担子四处走 不敢开口交卖 其他货狼献他好欺负 就算有人家已经看上他的货物 也会走上前将驾抢他的生意 当了一辈子的大少爷 哪能为了几文钱跟人吵架 他越是这样 就越是卖不出东西 这三天来 他可是饿了九顿 货救后的祝元家 知道了穷人的不容易 他也看尽了世间百态 不久后 祝元家买下被衙门查封的净水债 改建成肖乡书院 免费接纳钱来求学寒门学子 祝他们考取功名 多年后 祝元家成为了一名出色的教书先生 他还经常出钱 让好友张才一搭彭石舟 救助穷人 成为远近文明的大善人 邀请大家继续看下一个故事 民间故事 猎虎为救小孩 以身犯险 多年后 弟弟因此逃过一劫 柳州城的江阴镇 有一个猎户 名叫李大奎 此人长的五大三粗 乃是当地有名的好猎手 民间故事 猎虎为救小孩 以身犯险 多年后 弟弟因此逃过一劫 李大奎的家中 世世代代以捕猎为生 因此李大奎在很小的时候就跟祝父亲一起学习捕猎 值得一提的是李大奎很有打猎天赋 还未满十五岁呢 他的打猎手法就比父亲还要厉害了 或许是因为年轻气生的原因吧 从十三岁开始 李大奎便不跟祝父亲一起打猎了 他觉得 凭着自己的身手 完全可以独当一面 没必要每天跟在父亲后面 做一个小屁孩 李老汉刚开始的时候 也有些不放心 不过 李大奎单独打猎几次过后 李老汉也慢慢的放手让李大奎独自进山打猎 毕竟 虽然李大奎只有十三四岁 但是他的身高 已经能有十七八岁的小伙子那么高了 这一日 李大奎又独自一人在山中打猎 正当他躲在角落里 等待猎物经过的时候 突然之间 看到一个十来岁的小孩 走在这山林中 刚开始的时候 李大奎也没有在意 因为这山林之中虽然危险 但是凶猛的野兽通常都在深山之中 而李大奎现在所处的位置 乃是大山的边缘 一般情况下 是不会遇到凶猛野兽的 可是当这小孩慢慢的靠近自己的时候 李大奎突然有了一种异样的感觉 这种感觉是常年在外捕猎 而生出的下意识反应 他觉得一定有野兽在慢慢的靠近这小孩 当时李大奎就打起了精神 聚精会神地盯住小孩的周围 手中的弓箭也被李大奎拉成了满月 而就在此时李大奎突然听到了一声呼啸 顿时他心中暗叫不好 因为他虽然捕猎手艺高超 那也仅限于打一些深山外围的动物 至于老虎这众凶猛的野兽 那可是要好几个猎手 合力才能制服的 本来李大奎可以藏匿起来 不被老虎所知晓 可是他看到那孩子处于危险的境地 于是便毫不犹豫地搭弓射箭 瞄准了老虎的眼睛 李大奎的箭术果然高超 搜得一箭射出 那老虎的左眼便心血淋漓 可是万万没想到的是 受伤后的老虎更加的凶性大发 朝着小男孩和李大奎飞奔而来 李大奎献此情景 赶紧拉起小男孩就跑 一边跑一边朝着后面射箭 眼看着老虎即将追过来了 此时 如果李大奎抛下这小男孩 自己独自逃跑的话 或许可以逃得一切生机 毕竟 作为猎户的他 身手也是极好的 但是他并没有放弃小男孩 一边鼓励住小男孩向前跑 一边拦在了小男孩的身后 保护住他 小男孩看到这个情况之后 急得一边跑一边 喊住救命 可是这大善之中 此时却没有一个人能够前来帮助他们 不久之后 那老虎追上了李大奎 一身前爪 就把李大奎给按倒在地 李大奎知道自己今天肯定是有死无生了 于是高声的对小男孩说道 赶快跑 不要让我的努力白费了 小男孩眼看住李大奎的一条胳膊 被老虎给咬断了 心里是又急又害怕 不过他还是听从了李大奎的话 一直朝着山下跑去 值得一提的是 那老虎 彭佛是为了抱那一件之仇 并没有继续追赶小男孩 反而在李大奎的身上 撕咬了起来 得到这小男孩下山之后 通知了山下的人 赶往山上之时 李大奎早已经被老虎啃咬得不成样子了 李大奎的父母 看到这个情况之后 伤心欲绝 他们怎么也没想到 儿子出去的时候还好好的 现在居然变成了这副模样 而就在此时 一对年轻夫妇走过来 对李大奎的父母说道 李大哥 赵大嫂 真是不好意思 都怪我们家小灰探完 去深山之中摘野果 害得大奎被老虎咬成这个样子 我们真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 您就原谅我们吧 说主 这对夫妇带着他们家的儿子小灰给李大奎的父母跪了下来 李大奎的父母也不是那种胡搅满缠之辈 虽然伤心欲绝 但是他们还是叹了一口气 对着对夫妇说道 哎 这不关你们的事 怪就怪我们家大奎太过善良了 他命该如此呀 说完之后 说完之后 李大奎的父母就这样颤颤巍巍的进屋去了 在众人的帮助之下 那时候一下子又聊到了李大奎 此时 王大神对李大奎的母亲说道 哎 你们家大奎也是命苦呀 虽然说你们家还有二奎 但是毕竟是一条活生生的生命 要我说呢 大奎是为了救老丁家的小灰 这才出了事 你们夫妇二人应该去找那老丁家夫妇 跟他们要一些赔偿 毕竟你们家失去的可是一个儿子呀 李大奎的母亲听了以后叹了口气 对王大神说道 哎 这也是我们家大奎的命数 那老丁家也是穷苦人家 就算我和他们家要了钱 那我们家的大奎也回不来了 此时 我并不想再继续追究下去了 王大神看住李大奎的母亲这样说 也没有再提此事 不过这王大神是远近闻名的大嘴巴 他本来就和李大奎家关系好 因此 他每次和旁人提起此事的时候 都要说出自己的看法 王大神认为 李大奎毕竟是为了救老丁家的小灰 才出的事 老丁家多多少少 应该给李大奎加一些赔偿的 就这样 此事一传世 实传百的传到了老丁家夫妇耳朵里 丁小慧的父亲听闻此事之后 一拍桌子说道 这老李家到底怎么回事 他家儿子下葬的时候 我特意带了赔偿送过去 明明是他们家两口子不要的 可是现在怎么还成了我们家不给赔偿了 民间故事 猎虎为救小孩 以身犯险 多年后 弟弟因此逃过一劫 老丁的妻子听到丈夫折磨说 柔声细语的对丈夫说道 此时说到底 还是咱们家小灰欠了老李家折磨一个人情 他们当时不要赔偿 可能是没想通 现在想要了也说不定 这样吧 我们去镇上买一点礼物 然后再拿一些钱给老李家送过去 就这样 老丁家两口子在镇上买了礼物 之后又来到了老李家 老李家夫妇本来就因为儿子大亏的死 很不愿意看见老丁家的人 现在老丁家却一而再再而三的上门来送礼 李老汉当时就有些生气 对老丁说道 我儿子出病的时候 我不是说过了吗 我不要赔偿 你们以后也别再来了 此言一出 老丁家两口子顿时愣住了 他们待在原地片刻之后 以为是老李贤他们带来的东西少 于是对老李说道 老李啊 你要是嫌我们的赔偿少的话 我们现在就回去再拿一些钱来 李老汉是个暴脾气 听到老丁这魔说 立刻怒火中烧 对老丁说道 滚滚滚 赶快给我滚 我之前说的话还不够明白吗 这魔大哥人了 怎么听不懂人话呢 说主 李老汉就把老丁夫妇 推出了家门 老丁夫妇吃了闭门羹之后 心中也是非常生气 虽然李大魁是为了救丁小辉才出事的 可是老丁家夫妇 已经把态度放得极低了 可是李老汉居然这样对待他们 表面上说不要赔偿金 实际上 却大肆宣扬 他们家不给赔偿金 一时之间 老丁站在了李老汉家的院子外面 就开始大声嚷嚷了起来 李老汉从房中出来之后 看见老丁这个态度 也跟着他吵了起来 围观的众人纷纷议论 可是两个当事人 却不在乎这些 二人吵得面红耳赤 眼看就要打起来了 乡里乡亲们一起拦住 这才避免了一场斗殴 自此之后 李家和丁家结下了死仇 两年之后 当地发生了大旱 好多的百姓们都被警离乡 去外面逃难去了 老丁看住家里戒不开锅了 于是带住妻子和儿女 一起踏上了逃难的路程 李老汉家也想要前去逃难 可是李老汉的妻子 照是一想到自己的儿子大奎 还葬在这里 他们这一走 有可能以后就回不来了 大奎在这里孤苦伶仃的 清明时节都没有人烧纸 李老汉听了妻子的话之后 也打消了去外面逃难的念头 就这样 李老汉一家人 留在了当地艰难的度日 有好几次李老汉都想要带住家人 一起去其他地方逃难 但是最终还是没有走 时间过了两年 当地的大汉也有所缓解 朝廷的赈灾粮也发放了下来 李老汉一家人的日子 这才慢慢的好过了起来 而此时 李老汉家的二儿子李二魁 也已经十二岁了 李老汉和妻子 每次看到这个二儿子的时候 都会想起大儿子李大魁 因为这俩兄弟长得简直一模一样 为了不让李二魁走他哥哥的老路 李老汉在这一年把李二魁给送到了当地一个当铺当伙计 值得一提的是 李二魁非常的聪明 当铺里的老板看李二魁这么机灵 于是就让他去账房学习记账 李二魁的学习速度非常的迅速 短短半年时间 他就把当铺里的很多东西都给学透彻了 当铺的老板见此情景 把李二魁推荐给了他们的老板赵元外 赵元外的儿子手底下正缺一个机灵 能干的伙计 于是从此以后 李二魁就跟着赵元外的儿子赵天宝一起做生意 由于李二魁和赵天宝年岁相当 所以这二人名为主仆 实为兄弟 关系非常的要好 这一年 赵元外病虫 赵天宝留在家中一部解代的伺候驻赵元外 可是恰逢此事 南方有一批货物需要赵天宝前去验收 赵天宝听闻此事之后 十分的为难 因为赵元外的病情严重 自己如果要是去的话 很有可能连赵元外的最后一面都陷不上了 可是如果不去 这批货物非同一半 要是出了一点差错的话 会使得赵家元气大伤 正在为难之际 赵天宝突然想到了李二魁 李二魁跟着自己做生意 也有很长时间了 而且李二魁的人品极好 如果把此事交给李二魁的话 赵天宝也是放心的 于是赵天宝就把李二魁叫到跟前 对他说道 二魁 你我二人名为主仆 十位兄弟 现在我的父亲病重 所以 我有一件事想让你去办 就这样 赵天宝把此事告诉了李二魁 李二魁听了此事之后 对赵天宝说道 光泽 你就放心吧 我跟着您做生意 也有很长一段时间了 此事您交给我 我一定会把他办得妥妥当当的 李二魁离开赵府之后 来到老家中 对父母说道 我有事要去南方一趟 此次前去少则几个月 多则半年之久 亲父亲母亲一定要照顾好自己的身体 我要让儿子在外面担心 李老汉和妻子听完之后 也并没有什么惊讶之色 毕竟自从李二魁跟着赵天宝开始做生意之后 他外出办事也是常有的事 只不过李二魁的母亲毕竟欣喜 他从里屋拿出了一张平安符地给李二魁说道 出门在外 人生地不熟的 为娘也帮不上你什么忙 这张灵符是我前些天在庙里给你求的 你把它带住吧 李二魁接过了母亲的灵符之后 给母亲倒了一升血 然后就收拾东西 从家里出发了 根据当时的交通条件 李二魁要抵达目的地 中间的路程就需要二十多天 为了省事 李二魁连一个随从都没有带 自己一个人骑马去往南方 这一日天已经临近傍晚了 可是李二魁还是没有找到一个能够落脚之地 就在此时 他看到了一户农家小院 李二魁想都没想 骑驻马就奔向那农家小院 他把马儿拴在旁边的一棵树上之后 就咚咚咚地开始敲起了门 许久之后 一个十四五岁的女子从院子里面走了出来 这个女子看到李二魁之后 先是一惊 然后问道 请问有什么事情吗 李二魁缓缓地说道 我是从外的来的客上 路过此地 实在是找不着客栈了 看到你们这里有吹烟 所以过来问问 有没有空余的房间 供我住宿一宿 这小姑娘还没说话呢 从院子的房间里走出了一个中年男子 这中年男子走到李二魁的跟前 对李二魁说道 我们家有空余的房间 你跟我进来吧 话音刚落 李二魁吃惊地叫道 丁大树 这中年男子缓缓地转过头来 看住李二魁许久之后 惊讶地说道 你 你不会就是老李家的二小子吧 原来 这中年男子正是当年的老丁 他们一家人逃难到了此地安定下来 没想到 今日却遇见了李二魁 老丁很热情地把李二魁给迎进了房间 并且让妻子做了一大桌子的好酒好菜 招待李二魁吃饭的时候 老丁感慨地对李二魁说道 哎 当年你大哥为了救我们家小灰 搭上了自己的性命 我当时也是年轻气盛 居然和你父亲起了那么大的争执 刨难出去之后 慢慢地回想起往事 觉得非常愧疚 可是这路途遥远 想要回去一趟也难 不过幸好今日你在我家借宿 我也能向你续道续道 李二魁听了以后 对老丁说道 丁大叔 你千万不要这么说 你走了之后 没多久 我父亲就知道了 都是我们邻居王大审川的闲话 跟丁大叔你们一点关系都没有 其实我父亲病 没有怪你们的意思 就这样 李二魁跟老丁一家人聊了很久 第二天一大早 丁二魁辞别了老丁一家人 继续赶路了 不久之后 李二魁来到了目的地 只不过当他到达目的地之后 发现之前他们的合作伙伴 给他们的货物都是一些残词品 因此 李二魁不愿意买他们的货物甩锈而去 可是李二魁不知道的是 这些货物是因为天气原因 所以才导致变质 如果李二魁不买的话 这些人将会赔得血本无归 倾家荡产 因此 这些人看着李二魁离去的背影 眼神中流露出了凶狠的目光 几天之后 李二魁购买了许多优质的货物 然后骑驻马 朝家的方向赶去 这一日天降大雨 李二魁知道自己带的这些货物不能淋雨 恰巧此时 他想起了丁大叔一家就在这附近 于是他想都没想 就骑驻马去往了丁大叔的家中 可是就在李二魁穿过一片树林的时候 突然从树林之中冒出了好几个黑衣人 这些人手持钢刀 目光凶恶 直直地朝着李二魁刺了过来 李二魁陷此情景 赶紧骑驻着马 拉住哪些货物向前跑去 可是虽说极力奔跑 但是马儿毕竟拉住东西负重前行 根本跑不快 很快 李二魁就被这几个黑衣人给追上了 这些黑衣人二话没说 就朝着李二魁挥刀砍了过来 李二魁被这几个黑衣人连砍树刀 身上的鲜血随着雨水流到了地下 那几个黑衣人看到李二魁倒地之后 就这样张扬而去了 李二魁倒在地上之后 一时越来越模糊 他觉得自己这次应该要死在这荒郊野外了 可是不知道过了多久 李二魁居然从昏迷之中醒了过来 更加令人难以置信的是 他身上居然没有一点伤口 李二魁从床上坐起来之后 环顾四周 他发现自己居然睡在了丁大叔的家中 而就在此时 丁大叔从房间外走了进来 对李二魁说道 你一个人晕倒在了荒郊野外 幸好我从此经过 要不然晚上的时候 非得为了豺狼虎抱不可 直至此时 李二魁悬眉从震惊之中反应过来 他怎么也想不通 自己明明被那几个黑衣人砍伤 可是怎么现在身上没有一点伤口呢 不过疑惑归疑惑 李二魁并没有对丁大叔等人说起此事 他坐起了身来 着急地问道 丁大叔 我晕倒的地方还有一些货物 这些货物不能淋雨 您有没有把这些货物给带回来呢 丁大叔此时呵呵一笑 拍了拍李二魁的肩膀说道 放心吧 早给你带回来了 就这样 李二魁总算是放下了心来 当丁大叔等人知道 李二魁已经办完了事情 准备回家 于是他们让李二魁多在这里住几天 李二魁看到丁大叔如此热情 也不好意思拒绝 就这样答应了下来 这一日 李二魁换了一件干净的衣服 在包裹之中 他突然发现自己母亲给他准备的灵符 于是李二魁就把这灵符给揣到了身上 吃完饭的时候 丁大叔热情地给李二魁倒满了酒 可是刚刚触碰到李二魁的时候 血面露痛苦之色 李二魁朝着自己的胸口看去 只见胸口的衣服里闪闪发光 李二魁赶紧把衣服里的灵符拿了出来 可是没想到丁大叔一家人看到这灵符之后 彭符很惧怕的样子 而就在此时 一个声音传了过来 说道 快把这灵符给收起来 你会害了他们的 李二魁寻住声音看去 只见一个须发揭白的老道士 朝着自己的方向 缓缓走了过来 李二魁觉得心生奇怪 院子的门被关得好好的 这老道士是怎么进来的呢 只见这老道士对李二魁说道 你在路上的时候被黑衣人所伤 使他们救了你 他们对你并无恶意 你现在把这灵符佩戴在自己的身上 会使得他们灰飞烟灭的 李二魁也不是傻子 听了老道士的话之后 也明白了一个大概 怪不得自己身受重伤 却如此轻松的痊愈了 这根本就不是普通人能够办到的呀 李二魁赶紧把那灵符给收了起来 对丁大叔他们 公身行李说道 多谢你们的救命之恩 如果不是你们的话 我恐怕要克死他香了 丁大叔他们听了以后 对李二魁说道 我们丁家 欠你们李家一条人命 现在救了你 也算是害了当年的恩情了 事实上 我们在逃难的那一年 就遭遇了山贼 都被杀害了 有好心人不愿意看到我们暴石荒野 所以把我们安葬在此地 我们在机缘巧合之下 救了你的性命 也算是上天的安排 你不必感谢的 就这样 丁大叔一家人消失在了李二魁的眼前 天亮之后 李二魁重新启程 朝着家的方向赶去 回家之后 他对父母说起了此事 父母听了以后 都感慨万分 自此之后 李家和丁家的恩怨彻底解除 李二魁每次路过丁家的坟墓之时 都会买来乡主纸钱 给他们祭拜一番 声明 本故事未须构传奇小故事 多来自于方间奇闻 传说 智怪小说 戏曲 传奇等 作者本意 是为了传承中国民间文化 切勿相信真实性 也不要封建迷信 故事到此结束 谢谢您看我的故事 您在下方留言 记得要订阅加分享 谢谢你已经看 下期您视频见 再见